腦退化無法逆轉,但有得預防 這個湯是見到益智 能夠增強記憶能力 今集出這些,方姐帶我們深入藥材店 用二十多年的中醫食療經驗 教你幾秒鐘就分到好藥材 現在我手上這些是產自內蒙古 它的香味比較濃 還有它有菊花紋 這個野生的功效更好 但不是每間都可以買的 有人用馬牙棗冒充藍棗 你又分不分到? 馬牙棗十多二十元一斤 但新疆棗棗起碼百多元一斤 療效亦相差很遠 煲湯不想讓人找品 立即看今集《Tradee》吧 我經常聽北企人會用來沖水 或者北企擋心湯就說補氣 也算是一種常用的藥材 我們在挑選方面有甚麼技巧 通常沖水是小片的 切片的 聞它很香 有一種香味 沒有硫磺分的最好 這樣就可以焗水喝的 但是如果我們煲湯 通常用長條形的 以產自內蒙古的最好 現在我手上這些是產自內蒙古的 它的香味比較濃 還有它有菊花紋的 你看它比較清晰 你看山西的沒有那麼清晰 它都有的 只不過它沒有那麼漂亮的 它肉色就是金黃色 那些紋路比較細緻 粉味重 如果你舔它是甜的 就是這些是最好的 主要它最重要就是它黃正 沒有黑點 沒有破損 沒有蟲豬 就已經是可以的 今天我還要介紹一隻就是野生的 這個野生它的功效更加好 但是就不是每間都可以買的 就是在零售批發店才有的 野生是比較幼稠 所以它都是斜切片的 這些就是粗壯一些的 這些為什麼要來泡茶呢 因為它整一枝粗壯到頂時是幼的 所以它的幼的就要來切這些片 以來給你泡茶喝了 還有野生你看一下它不會有染色 有些它北旗 黑金旗那些 所以皮就染了黑色 或者生西有些它是用烏青葉 或者五培子那些去稍微染染它 當然它也不影響它的藥效 那即是我們去藥材店 如果買野生的就請它幫我們切片 就會切成這樣的 一片片 會一片片 但是就適合熬湯 野生這麼漂亮 熬湯會比較出味 但是我看到桌面上的藥材 都是寫黃旗的 其實北旗和黃旗是有沒有分別的 其實北旗正名都是黃旗 為什麼叫北旗呢 因為它產地是內蒙古 江西和赫隆江 因為是北方的地方 所以香港人習慣稱它為北旗的 是個名字不同 對 和一樣東西 和一樣東西來的 沒錯 我們村公是怎樣選擇呢 最重要是你看它薄片 和敏起來很香 沒有酸味 是 這樣就為之好 最好就是油潤一點 像現在這些很油潤的 就已經是比較優質的村公來的 需不需要介意它大片小片 都不需要的 因為它一塊塊的村公 切的時候一定有大小片 不需要介意它大小片 即是旁邊這些黑色都沒有所謂 不怕的 沒什麼所謂 最重要是不要太碎 而且當然不要發霉 南族面前我們就有兩款 方姐可否跟我們說一下有什麼分別 現在這些很大粒 這些就產自新疆的 它都很漂亮的 它是比較甜的 這個是小粒一點 但是它的皮紋很清晰 很硬的 很硬的 就是節乾的 它是有些煙燻味 但是如果說到療效 就應該是節乾這隻更加好的 因為煙燻那些 它要經過很多很多程序製作 和精曬的 所以我覺得療效應該是好一點 那大小會不會影響它們的味道 或者品質 不會的 在蒜藍藻也有大小 有些很小粒的 小粒的我們要加多一點就可以了 其實療效完全是沒有什麼分別的 無論是新疆和浙江 它的紋路都是很清晰的 坊間它有一些馬牙棗 就是冒充藍棗的 馬牙棗的特點皮紋不清晰 摸下去軟軟軟的 而且味道是酸的 它療效不好的 它們的功效和價錢是差多遠的 馬牙棗真的十幾二十元一斤 但是新疆這些棗是起碼百多元一斤 所以相差很遠的 療效亦相差很遠的 所以我們就要小心去挑選的時候 最重要是肉質是實淨 而且聞得很清晰 這樣就為之好了 這個黃蒸我都自己比較少喝 聞下去有些甜甜的梅的味道 它的樣子有點像山地熟地 但是煮出來的味道是甘甜的 但是摸上手就有一點滋滋的感覺 會太乾 而且你聞它有些甘甜味 這樣就為之好了 當然我們不可以買的時候去挑選 我們就這樣看表面 它已經是不錯了 這些樣子那麼油膩 是吧 又沒有髮毛已經可以了 我們先把北祺川宮和黃蒸泡半個小時 那藍棗不用泡的 藍棗因為經過反覆去精製和煙燻 所以我們不需要泡它 我們沖一沖水就可以用的了 我們將這些材料用水浸一浸它先 浸個表面 因為有些藥材它有一層油膜的 我們浸鬆它它的藥效容易出來 第二如果它真的有硫磺分過 那我也都可以浸走一些硫磺 所以一般藥材我們都會浸一浸它 浸了半個小時 藥效好一些硫磺就可以避免了 是的 沒錯 魚頭是我們這個就已經處理過了 是的 但是如果譬如我們去買回家怎樣弄呢 一般魚檔一定會幫你去塞的 它會問你斬多少 因為煲湯我們就開邊就可以了 開邊之後回來清洗乾淨之後 我就會用一些廚房紙索乾它 然後用一些油煎香它 因為如果你不索乾透 它的油會彈出來 彈油的 那就兩邊都煎 是的 兩邊都煎 那為什麼要煎一煎香它呢 就會去腥味 哦 煮出來的湯會香一點的 這個魚頭需要用魚袋裝起來呢 因為帶魚頭 它的魚韻就很好吃的 所以我現在就相反了 就不是用魚湯袋包著魚頭 而是將那些藥材放進湯袋裡 煮完之後拿走那個湯袋 那些魚頭就可以吃了 藍杖也可以吃的 所以藍杖不需要放在那個湯袋裡 將它做了一個袋 我們就可以放在底部 哦 放底藥材 因為容易出味 然後我們就放些薑 藍杖 這些鮮肉次序就無所謂了 是的 魚頭我們就放在表面那裡 那麼就用那些水要蓋過表面了 用多少碗水 大概七碗水 因為這個魚頭湯我們煮一個小時已經夠了 那麼我們就都要蓋過表面的 七碗水都可以蓋過表面的 用大中小火 是的 你問都很好 因為凡是煮湯尤其是魚湯 是要大火先的 煮滾了它一會兒 然後才調中火去煮 煮一個小時就可以了 方謝可不可以和大家介紹一下 這個不其大魚頭湯有什麼好呢 這個湯是健腦益治的 能夠增強記憶能力 對腦很有幫助的 同時對神經衰弱的人士也有幫助的 因為它這個是補益湯水 所以可以增強免疫功效 還有消除疲勞 因為你知道香港人很多時候都是工作過路很累的 所以這個湯也有益的 大魚頭就以形補形幫我們補一下腦 那至於不其又有什麼用呢 就是當你人體的氣血藥的時候 我們的免疫功能就會下降 所以我們需要一些補氣的藥材 或者食材 去增強我們的免疫力 所以不其是一個很好的補氣的食材 那就是對於那些唏噓人士 可能他臉色沒有那麼好的也有幫助 是的 他臉色沒有那麼好 容易四肢乏力 還有容易出虛汗 這些都是唏噓的表現 另外這個湯有村公 我常在網上看到別人配八子天麻 就說去頭風雅致頭痛 是的 因為村公天麻八子魚頭湯 就是對一些容易圓魂 頭痛這些人士很有幫助的 但是今天我因為需要見到抑制補氣血 那我就改了它 因為村公它是能夠活血行氣的 而且這個藥很有趣的 它有上行的能力 就是藥性是上升的 凡是頭臉部的疾病都可以用的 所以我今天就用了村公 即是那些血上腦 通過頭痛的問題 或者補腦都有益處 是的 它對風寒頭痛 還有血與頭痛的人士 都非常有益的 我知道有些人其實想試一下用村公去煲湯 但是又怕那種苦苦的藥味 我們在配搭上面有沒有什麼小技巧 你問得很好 其實太苦的藥我就是不覺得需要來煲湯 但是村公只不過是微苦的 凡是用這些微苦的藥 我就喜歡配些什麼呢 譬如紅棗、藍棗、軟肉、杞子 它這些味甜的材料一配下去 湯就容易為人接受 黃精是屬於那些滋補藥材 是怎樣滋補法呢 如果你覺得自己的臉色偏黃 其實已經適合用黃精 為什麼呢 就是陰虛的人士通常 他就是工作過勞 即是精神噴卷 或者是熬夜 他都可以令到他的免色變差 因為黃精是養血的 所以凡是這些陰虛的 或者是狗咳 或者是甚至糖尿病 都適合用黃精 因為黃精對腎上腺素引起的血糖升高 都有抑制作用 同時可以預防動物觸氧眼化 以及可以預防脂肪肝 我們今次就買了一種煙燻味的藍棗 但是平時熬湯或者別人沖茶喝 我就見用紅棗比較多 是啊 你說得對 其實這個湯我們都可以放紅棗 不過紅棗它是偏醋 藍棗相對比較溫和 對一些陰虛的人士 譬如他經常都煙乾後醋 人就很容易煩醋失眠 這些人士我們就適合用藍棗 因為補而不醋 這個湯有沒有說一星期喝多少次 如果你是發覺自己的腦力退化了 或者是神經衰弱 你就覺得是嚴重了 我們一個星期可以喝兩至三次 兩至三次 但是如果你純粹為了保健 一星期一次已經很足夠了 那麼一家大小都可以喝的 一家大小都可以喝的 這個保健的湯 但是如果你是皮膚有濕 或者是外感未清 有少少燒的那些 絕對不要喝這些保健的湯水 即是你感冒 或者你的便便是可能稀爛少少 是啊 都不要喝住了 是的 我們就試喝了 是的 嗯 它有少少像 平時去打火鍋那種 當歸滋寶那種養生藥材味 是的 但是不苦的 是嗎 不苦 是你不會抗拒藥材味 接受到容易入口的 是 還有你想起它的功效是這麼好 你不會抗拒 是 沒錯 今天好多謝方姐上來查這些 和我們介紹這麼棒 可以防腦退化抗衰老的湯水 如果大家喜歡喝這個湯 希望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另外我們健康媽開通載會員制 大家快點訂閱支持我們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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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